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斌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53集张大如来了 市井之中 虽然平头百姓进不去皇城 但他们对文会的讨论度极高 对结果更是期待无比 连辛苦劳作的饭夫走足 坐在小滩边吃一碗面食时 也能听见临桌时刻在讨论文会 指点江山激昂文子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的豆腐 那是何等的轰动 最后咱们许阴罗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 一个穿着蓝色挂子的货郎 磁溜一口面食 大声说道 同伴惋惜的回应 文会可不是斗法 可惜许阴罗不是读书人 帮不上忙 面摊老板揭开热锅 一边下面条 一边搭茬 愤愤不平的说道 郭子健读书的人可真是废物 既然输给一个蛮子 我都替他们脸红 其他桌子时刻忍不住说 许阴罗要是读书人就好了 在百姓眼里 许阴罗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大奉的传奇人物 真正有良心的大人物 所以对他有着盲目的崇拜 认为许阴罗无所不能 但理智告诉他们 许阴罗不是读书人 学问肯定不如那蛮子 因此只能感慨一声 如果许阴罗是读书人就好了 面摊老板捧着面 递给客人笑道 不过这蛮子 竟然敢挑战白鹿书院的大主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众食客笑了起来 皇宫 寝宫内 远景帝慵懒地坐在榻上 翻越道经 脚步声传来 老太监小碎步返回 低声说道 文汇那边传来消息 陪满西楼和汉林院大人们 论了经义策论 民生农钢史 不落下风 不落下风 就已经是我大风脸面无光了 远景帝没什么表情地说道 老太监看皇帝露出这个表情 便知他心里不悦 归根结底 陪满西楼如此逞威风 丢脸最大的还是一国之君 远景帝突然说道 可有论识词 老太监摇头 他倒是有自知之明 远景帝嗤笑一声 小声刚起 又忽然板着脸冷哼一下 顿了顿 赵神还没来啊 老太监低头 张先生未来 远景帝缓缓点头 不急 文会还没有进正题呢 白露书院的读书人 虽然讨厌 学问上 倒也从未让人失望过 他身态颇为的轻松 文会正题是什么呢 是战争 是发生在北方的战争 国子剑代表里 一位学子起身 慷慨陈词 蛮族常年自扰边境 残害我大奉百姓 维化深远 而今遭了东北晋国 铁蹄的碾压 竟恬不知耻的 来我大奉求援 蛮族就是蛮族 厚颜无耻 外围的国子剑学子 纷纷响应 怒骂蛮子厚颜无耻 黄仙儿笑吟吟的 全不在意 手指搅着鬓发 树童少年满脸怒火 极力压制蛇类 残暴嗜血的本性 树童阴冷的 扫了那名学子一眼 培满西楼面不改色 甚至笑了起来 乌神教称雄九州东北 与大奉紧邻 只有三州之地 以大奉的人口和兵力 耗费一定的代价 就能把他们 堵在三州之外 他停顿了一下 建筑工和武将们 露出认同的表情 这才继续说道 但如果北方的领地 也被乌神教占领 晋国骑兵南下 可直扑京城 康国和阎国 在从东进攻 遥相呼应 大奉岂不威仪 众所周知 北方有连绵无尽的草原 晋国若是得了北方领土 便能养出更多的骑兵 届时大奉纵使有火炮和弩 也挡不住 这群陆地上的无敌者 所以大奉出兵 不是帮我神族 而是在帮自己 我神族繁衍艰难 人口低下 纵使时而自扰边关 却没那个兵力难下 对大奉的威胁有限 但乌神教可不一样啊 没人反驳 汉林院的学霸 国子剑的学子 乃至朝堂诸公 其实都认可他的这番话 乌神教掌控的东北 物产丰富 既能狩猎也能农耕 而农耕的文明 人口是最繁盛的 乌神教人口相比大奉差太远了 那是因为地域有限 若是北方版图 落入乌神教手里 迁出一部分人口去北方 最多二十年 乌神教的人口会翻一倍 至少一倍 陪满西楼沉声说道 到那时 我神族的今日 便是大奉的来日 许新年默默地旁观着 这群蠢货 不知不觉被对方掌控了主动 你们要讨论的 难道不应该是索要筹码吗 怎么讨论起出兵的必要性 肯定要出兵啊 这是毋庸置疑的 讨讨论筹码 好像是谈判桌上要做的事 是诸公的事 确实不宜在这个手段 嗯 这场文会的核心 其实是大奉这边 要把陪满西楼的形象打垮 把他的逼格打垮 但形势不太乐观啊 这家伙本身就能言善辩 口才厉害 在占据着必须出兵的大意 许新年目光一转 发现许多武将跃跃欲试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又皱眉沉默 还算有自知之明 这些武将骂人还马虎 骗论 即使他们有丰富的带兵经验 也说不过陪满西楼 醋异的武父 初公平时在朝堂上 不是牙尖嘴利吗 太夫打本宫手掌心的时候 不是能说会道的吗 怎么都不说话啊 太夫怎么能下场 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 辈分差太多了 即使赢了也不光彩 人家只会说我大风一大蹊跷 诸公亦是此理 而且 如果诸公下场 我敢保证 陪满西楼会主动与他们比斗学问 怀请难得的说了一大堆的话 给愚蠢的妹妹做解释 诸公的学问 出几位大学士 其他人都已荒废 彪彪睁大眼睛 那怎么办 气死人了 国子剑学子脸色沉重 汉林院的学霸们同样如临大敌 脸色都不好看 王首府叹口气 黑满西楼 才华惊艳 实在是让人惊讶 汉林院的年轻官员入场时自信满满 与现在沉默又严肃的姿态落差明显 王思木频频频看向学二郎 期待他能站出来表现 王首府注意到女儿的眼神 二郎怎么会今日如此沉默 王思木促眉 就在众人哑口无言 苦思对策时 卢狐上空轻光一闪 穿儒袍戴儒冠的张慎凭空出现 然后他朝着湖面坠落 轻光一闪 张慎便出现在凉棚里 神态间还残留着些许的后怕 许清安在心里疯狂的吐槽 他吹的牛皮肯定是 我所在的地方不是白鹿书院 在卢狐 所以 差点掉狐狸 张大儒来了 张先生终于到了 我就知道张先生不会缺席的 外围的学子们欢呼起来 如是正负 你会不会出现吗?